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但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由于贸易战和中国经济放缓的缘故 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可基于金融行业首当其冲 目前很多相关行业的公司正在裁员 针对经济形势欠佳导致就业困难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12日组织召开座谈会 会上要求国家发改委也要推动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的开局 并要密切关注就业形势的变化 加强监测预警确保就业稳定 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招聘机构光辉国际招聘流程外包业务负责人周连哲表示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面临下行压力 企业现在的经营环境更加不确定 校园照聘也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政府的担忧再加剧 去年12月份中国政府推出新政策 帮助今年的毕业生找工作 中国政府还推出广泛的政策控制裁员 并让就业成为头等经济优先任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告诉官方媒体 将推出更多的举措 例如为裁员很少的公司减税 这位官员指出创纪录的毕业生数量 加大了中国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 2018年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 不仅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对金融机构收紧控制的冲击 这也导致了大学毕业生青睐的金融和科技行业 资金匮乏 中国市场研究集团针对约40家招骗毕业生的公司调查发现 于去年相比超过80%的公司没有增加员工数量 超过一半减少了招聘 银行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而继美图、拉钩网、锤子手机等公司相继被爆裁员之后 BAT也正迎来新一轮的缩招 同时京东也被传出全面停止射招 文件已经发出 美国外交官杂志以中国的经济放缓开始冲击就业为题报道 中国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使就业形势尤为严峻 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 曾是求职者的理想之选 但2018年9月以来 阿里巴巴缩减校园招聘计划的消息 引起互联网的骚动 与此同时 有消息称百度和京东停止了社会招聘 腾讯将解雇约6000名员工 另有数据显示 2019届应届毕业生有860万人为历年之罪 但是企业却大规模的缩招 有评论称 金融业因证券下跌缩招 券商今年都不招人 地产今年更是严冬 万科集团在全国只招88个人 整个北京只招10个人 与此同时 公务员国考招录1.45万人 比去年减少了近一半 而互联网行业 随着人口和流量红利逐渐消退 也在全面的缩招过冬 有互联网从业者对全天候科技表示 BATJ等公司正在不断缩减的校招名额 就算设招没有关闭 也只有5-10年工作经验的专家 其他岗位通通外包 真实的悲惨 并且这些公司能获得校招群面资格的 都是美国前20名校或者北清复交 竞争非常残酷 此前也有消息称 华为2018校招缩招近三分之一 各岗位起薪 比2017年校招普遍下降了2000元 北京研究公司龙舟精讯的分析师 崔尔南表示 银行业过去的招聘量是最大的 但自去年5月以来 银行受到金融行业监管规定的冲击 并且他们正将更多工作自动化 对毕业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根据招聘平台之联招聘的数据 2018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期望月薪 同比下降了约1% 至5331元人民币约合788美元 分析人士表示 科技和金融就业的低迷 也是最近高速增长之后修正的一部分 这也导致企业对于提高员工层次更为谨慎 投行中金经济学家表示 最近几年科技领域 尤其是在在线递送服务公司 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但现在由于消费放缓 情况正在恶化 高端的毕业生市场 以及整个劳动力市场面临巨大的压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焦点 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 本周在北京登场 周一为副部长级会谈 周四周五则是备受高度关注的部长级会谈 由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方代表 和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为首的中方代表进行协商 美国总统川普此前曾扬言 如果两国无法在3月1日以前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将把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 从目前的10%提升到25% 不过又有消息传出 川普有意把贸易战休兵的时间延长 而且希望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促成两国达成协议 引发各界猜想 距离贸易谈判大限制剩下三个星期 双方在接下来的短时间内 能否达成协议 各界都在关注 而对于谈判最理想的结果 目前也是众说纷纭 日前南华早报指出 美方代表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拒绝延长谈判期限 美国驻华使馆则马上跳出来罕见辟谣 彭博社今天也指出 有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正在考虑把贸易战休兵期限延长60天 报道指出美方态度近来有些软化 似乎有意延长贸易战休兵期限 而根据了解 原本中国官员提议要把休兵期限延长90天 但遭到美方的拒绝 川普日前则宣称 希望能和习近平会谈 并让两国尽快达成贸易共识 但他当时也表态 在一般的情况下 他并不倾向延后期限 然而贸易休兵可能延长两个月的消息 才传出没多久 就有中国媒体以独家消息指出 贸易战谈判实现延期都是假消息 财联社14日附上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中美谈判才开始没多久 场外就传出谈判延迟的消息 不过根据多方信员传来的内容判断 是个假消息 而且强调 不只是彭博社的这篇文章 近两天许多关于谈判延后的各种消息 都不是真的 目前唯一能确定的一件事 就是双方还正在谈判 一切结果都得等到15号 该篇文章接着引述路透社13日报道指出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日前向福克斯新闻网透露 两国元首如果举行会晤 海湖庄园会是不错的选择 最终必须由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坐下来 面对面解决双方的经贸问题 并达成最终协议 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才能最终解决这道难题 根据了解财联社这篇单一的独家消息 来源发文还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转发 俨然是北京官方有意澄清 但令人玩味的是 就在环球时报转发财联社文章的前几天 就有官方背景的微信公众号陶然笔记声称 谈判实现并不是重点 贸易战休战期延长两个月也不是不可以 中国官媒经济日报旗下公众号陶然笔记 时日专门分析 中美目前的接触频率以及美方前往北京的谈判人数明显增加 都是谈判向好的积极讯号 因此所谓的谈判实现并不是重点 暂缓两个月 比如延长到5月1日也并非不可行 根据了解美方这次前往北京磋商 距离上次在华府的谈判只相隔半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次美方代表团成员有将近60人出席 比1月7日前往中国的24人代表团 整整超出一倍以上 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贸易关系 动辄牵动全球市场 有学者认为 这一轮贸易谈判最理想的结果 正是延长贸易休兵期 德国威尔茨堡大学中国经济专家费多利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坦言 他并不认为这次谈判会有具体结果 但他认为至少不会出现破裂或是恶化的局面 因为90天的期限已经过了将近一半 谈判破局都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因此他认为比较理想的结果是 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时间 就算没有多大的进展 至少也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费多利进一步说明 他认为中美两国在表面的贸易和关税讨论上 达成一致相对容易 因为中方愿意在这方面做出让步 但他同时点出这场贸易纷争的关键 在于背后其实还隐藏更多的问题 更关系到美国人对于中国强大的忧虑 费多利指出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 当有一天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时 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可能会招来批评和质疑的是 中国是否是透过不正当手段来实现 以及到时候中国的经济强势 是否会转化为军事强势 并对美国和世界稳定构成威胁 当考虑到这些问题时 贸易战确实就相对复杂许多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学者 克普利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 同样强调中美矛盾根深蒂固 双方的分歧绝对不是只限于贸易领域 因此就目前局势来说 延长停火期限似乎是最有可能的选项 他认为莱特希泽等美国谈判官员 并不希望因为3月1日的期限而匆匆忙忙做出 可能造成长远影响的重大决定 因此他预期中美官员会继续对话 并同意延长期限 也许会做出一些关于取得突破或达成妥协的初步声明 目的是防止关税上调到25% 并允许双方继续谈判 毕竟就现在的情况而言 这对双方来说已经算是一项重要成果了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5号星期五 华尔街电视的科技趋势 我是维仁 在纽约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重要新闻 今天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 新一轮的科技泡沫是否又要形成了呢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对于1999年的创投盛况 导致的科技泡沫都还记忆鲜明 也是鱼记犹存 在现在热络的科技市场 以及越来越强劲的科技金融环境之下 是不是又会重蹈覆辙了呢 我们访问到了美银美铃 Bank of America Meryl Lynch的北美首席经济学家 哈里斯 Ethan Harris 针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了讨论 不过首先 先带大家来回顾 1999年的科技泡沫 网际网路泡沫呢 又称为科网泡沫或是打抗泡沫 是由1995年至2001年间 与资讯科技和网路网路相关的投机泡沫事件 在欧美亚洲多个股票市场当中呢 网际网路和资讯科技相关企业的股价高速上升 在2000年的3月10号 NASDAQ指数触及了5408.60的最高点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之后呢以5048.62收盘 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投机者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在这个时期当中呢 DOTCOM的网际网路公司不断的成立 公司可以简单的透过他们在名字上添加了1 自首或是DOTCOM的字尾 让他们的股票价格增长 某个作者呢称这个是自首的投资 这些企业突破了传统模式的底线 转而关注于如何增加市场份额 但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以投资失败收场 这是股价飙升和买家操作的结合 以及风险投资的广泛利用导致的最终结果 虽然科技泡沫的破裂 但是仍有许多不少优秀的IT企业生存下来 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十分熟知的 Amazon Google Netflix PayPal Yahoo等等 都是在那个时候储存下来的 但他们都是少数的企业 而在过去5年的左右的时间呢 投资的支持独角兽公司的数量有巨大增长 像是大家也是十分熟知的 比如说是Uber Lift Spotify 和Dropbox等公司 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还会持续赔钱 但是估值呢 仍会继续增长 也都是新业务动态的一部分 也就是大家目前为什么十分担心 又要形成另一波的科技泡沫 而较低的入门入门的门槛也导致许多的竞争者相继投入 尽可能多的资金来抢占市场份额 不仅从这个非生产性的循环中脱影而出的私营企业变得更多 风险基金本身也变得更臃肿 数十亿美元的风险资金 以前觉得是十分可怕的一个数字 不过现在呢 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去年 红杉资本筹集了80亿美元的种子基金 而软银呢 筹集了1000亿美元 随着越来越多的重量级的风投公司 抬高初创企业的价值 其他公司也不得不仿效 结果呢 不仅IPO市场出现了新的泡沫 许多的上市公司的利润也受到了挤压 典型的例子就是优步对于出租车行业的颠覆 或是Airbnb对于饭店酒店行业的颠覆 对一些风投公司来说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呢 他们可以利用独角兽公司的膨胀价值 来筹集更多的资金 收取更多的管理费 但是整体来看呢 其实并看不出来有什么好处 主要是为不盈利的企业 提供了巨额的债务融资形成垄断 而这虽然可能让一些企业家和投资者受益 却会扭曲资本和劳动力市场 不利于竞争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去年的数字 去年创投业者呢 在美国新创公司投入了破纪录的1380亿美元 这是自2000年年以来最高的水准 巴龙周刊Barrons 报导呢 人工智慧 AI 大数据 云端 自驾车 医疗保健 区块链 网路安全等等 都是目前可以投资的list里面 而这个题材呢 十分的长是前所未见 显示出投资人期待的 今年能产生多家首次公开募股的独角兽 而根据Crunchbase的数据呢 资讯科技的新创公司的筹集金额 占去年第四季所有的创投公司基金比重将近20% 仅次于消费品为30% 以及企业金融服务25% 这样子的数字是一个好消息吗 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巨大的现金投入正好是于1999年 局势变色的打抗泡沫爆发前的 投创市场盛况相呼应 去年第四季的创投业者 在创新公司投注了470亿美元 较上一季增加了43% 安永会计公司的事务所 美国创投领导人Jeff Garbo 他指出 这是投资人敢在美国陷入经济衰退 或是中国大陆传出更多坏消息之前 疯狂押注的一群即将IPO的新创公司 而这包括了Uber、Lift和Slacks等等 他说 我们正置于现金的泡沫当中 资金追逐可以提供收益的停泊处 而企业和私募股权投资人 在去年第四季新创公司 募集到资金的40% 这种热情的市场步伐 其实是十分难以维持的 恢复投资才是健康 就说大家都在压住 现在情况就有点像是2000年的时候是一样的 不过他也认为就目前而言 在IPO市场的推动之下 创投活动将在短期内持续热络 企业觉得有需要参与并更好的与创新经济挂钩 不受公开市场波动以及资本日趋紧缩的影响 另外根据PitchBook以及美国风险投资协会 NVCA的Venture Monitor资料显示 去年美国新创公司总计吸引了1309亿美元的资金 软体公司占了其中的468亿美元 占整体的36% 尽管如此 在2018年科技股的波动 以及2019年的不确定性 使空气中仍然弥漫着一股恐慌 科技业的IPO基本在外仍是十分的强势 但是还是受制于在外的大环境 知情人士表示呢 政治的氛围其实目前十分的不稳定 像是中美贸易战 经济衰退的可能都是让这个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因素当因素之一 而有可能会削弱IPO的市场 所以呢 刚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我们会再重复1999年的科技泡沫呢 以下我们就是访问到了美银美银 北美首席经济学家哈里斯伊藤哈里斯 以下是我们与他的访问 So we've had two big double bubbles in the U.S. in recent history that have definitely contributed to recessions One was when the NASDAQ stock market went through the roof and it was funding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really had almost no profits and it created a massive overexpansion of tech investment that helped contribute to the 2000 recession. And then we had an even worse double bubble where easy credit and the housing market created a big overexpansion of single family investment in 2006 to 2008 and the unwinding of that double bubble was probably the biggest factor in that recession. So there's a history here of these double bubbles really adding a lot to these downside scenarios. But fintech is actually going pretty strong. So do you think tech investment is still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look out for or do you think that's a really big sector that has a lot of potential in terms of future markets? Well, I think what happens, of course, is the tech sector generally is a sector where you're going to have companies that are very fast growing and where you get very high P ratio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potential in them. And so you're going to get some companies that are over expanded and some big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tech space. However, I don't see anything close to what we saw in 1999 when you I mean, the rise in price earnings ratios for tech companies back then was much higher than what we're seeing now. And remember, a lot of these companies back then, not only did they have very optimistic investors around them, they weren't making any money. You know, there were a lot of them were were these startups that couldn't even show a profit. So the difference in you know, there's some elements in the current boom of what happened back then. But the magnitude is very different. And it may turn out that that actually this is very warranted that, you know, that, you know, the new technology really is quite a life changer. And so I don't look at it at all like the the 1999 bubble. And do you think has the potential to eventually be the main part of the markets in thinktech? Do you feel like it has potential to not just to be part of the market, but to have the ability to change the market as a whole? Well, I think with all these technologies, you know, they're,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grow, they're going to become important. 他表示,科技公司发展快,獲利高又快,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1999年的趋势。 在过去呢,在1999年那个时期呢,很多公司他们有很乐观的投资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但是这些公司根本没有在赚钱,与现在这些科技公司其实并不能够相提并论。 因此呢,再经历一次科技泡沫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十分低的。 近来经济衰退的隐忧挥之不去 对于先前诺贝尔经济得奖主克鲁曼 他日前表示 今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超过50% 哈利斯他也举出三个理由 足以说明为何今年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 他说了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联准会已经表示 未来要提高利率的过程当中会有耐心 显示升息的脚步会停顿 第二就是贸易战的冲击 也可能会触动经济衰退 但是华府和北京目前正在努力 透过谈判使贸易紧张降温 第三就是现在的资产投资市场 十分的稳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趋势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内容请浏览华尔街电视新闻网站 网址是www.wallstreetv.com 我是韦仁 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华尔街焦点 从甄嬛传 《沿喜攻略》到如意传等宫廷斗争剧在中国相当受欢迎 不过中国官媒北京日报官方微博日前列举公斗剧的五大罪状 各大电视台因此全面进播 再加上去年官方税务部门查处范冰明逃税事件 之后扩大整治明星漏税与添加片酬 眼看中国政府有意加强管控影视娱乐产业 圈内人士担心中国的影视产业即将步入寒冬 北京日报不久前发出一篇文章 隶属公斗剧的罪状 包括公斗情节会恶化当下社会生态 片面的追逐商业利益 也会弱化正面精神引导 而在文章刊出以后 从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到东方卫视的节目表 都能明显看到公斗剧陆续撤出卫视屏幕 中国政府有意更严格控制娱乐产业 网络热播剧严洗攻略的制作人兼编剧于正 日前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就直言 现在对影视产业来说 有如寒冬 而且是个严酷的寒冬 面对官方痛臣五大罪状 于正认为 他的剧本是符合习近平所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目标 也拥有许多粉丝和观众 因此于正认为 中国现在终于有了在全球范围得到认可的影视节目 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不理解 何以会遭到当局的封杀 不只是戏剧本身 就连拍摄场景 也连带打入冷宫 位于浙江的恒电影视是许多古装剧的取景点 包括《沿袭公列》 如《遗传》 《狼牙榜》等戏剧都曾在恒电影视城拍摄 根据德国之声中文网 这座被视为东方好莱坞的影视制作基地 拥有十多个拍摄景区和摄影棚 包括古装剧中常见的北京、紫禁城、汉唐宫殿 还有上海外滩这样的大型复制外景 经济观察2017年报道就曾指出 中国大约有70%的影视剧都是在恒电拍摄 然而近来受到范冰冰事件 以及政府加强管控的影响 如今的恒电影视城已经被业界形容为一落千丈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成长趋缓 前往恒电影视城的游客已经明显下滑 再加上2018年爆发范冰冰逃税事件 使得片商、制作商投资拍摄戏剧的态度 转去保守 一再冲击影视城的景气 根据中央社 一名经常往来恒电的北京影剧业人士指出 范冰冰事件以来造成影视圈内人心惶惶 导致聚集开拍数量大幅减少 进驻恒电的聚足也就跟着减少 往日盛况一去不复返 他还进一步透露 在范冰冰事件影响下 浙江官方对影剧业展开查税行动 使得恒电不少小型影视公司 在两三个月内就倒了上百多家 资本比较多的影视公司 则是忙着调度资金补税 使得恒电的景况更加的雪上加霜 除了拍摄场景以外 也有不少来自中国各地的男女 在恒电担任临时演员 有些人更渴望被发掘成名 但在范冰冰事件以后 这些演员顿时失业 不少人已经转往其他城市 寻找其他工作 此外影视城周边原本十分发达的服装倒局 如今也是一片萧条 几乎是一整排的店面都宣告关门 更不用提招待观光客、剧组演员和餐饮及娱乐业 现在也是一片惨淡 影视城董事长桑晓庆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指出 恒电将放慢发展步伐 尤其是在去年税务部门查处明星逃税事件 以及政府打击天价片酬之后 针对影视产业受限 桑晓庆认为 中国娱乐行业在今年会是一个缓慢复苏的状态 而在公司业务受到严格税收监管的影响之下 有些剧组将延后拍摄计划 有些剧组则是完全取消拍摄 而在公斗剧被打入冷宫之际 桑晓庆估计 今年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背景下 影视节目的热点取向可能会倾向革命题材 德国之声中文网也引述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演员说法指出 中国影视界将全面让位给红色题材 原本被视为安全题材的宫廷剧本 现在也被点名带头恶化社会风气 上海媒体分析人士Cryptian指出 政府审查从2016年来越来越严格 去年已经相当苛刻 预料今年还会更严厉 尽管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去年达到610亿元人民币 创下历史新高 与2017年相比增加了9% 同期的广播和电视收益也比2017年上升了20% 但不断收紧的审查的确让制作公司倍感压力 娱乐业巨头华谊兄弟的股价去年就下跌了将近一半 恒电影视城的股票跌幅也超过20% 中国影视产业何时能摆脱寒冬还是一个大问号 但目前能够确定的是 北京官方对于影视娱乐产业的控制是一年比一年严格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